胡言乱语玩耿抖机灵 我不懂角色 难怪演得这么烂 谁还没被胡梅 用心打磨18年的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创飞呀 我不允许 只有我一个人的眼睛 守这种苦 难怪不见世人发疯呢 饰演林黛玉的张淼仪 除了扮相很歹毒外 脑袋也空得可怕呀 谈起对林黛玉的心上 这一节就像我考试时 只背了几个单词 就又要往上堆一样 我觉得 我非常欣赏林黛玉 她有一种勇气 就是她想去挑战传统 她比较临经叛道 特立独行 是我特别欣赏她的一点 大妹子 你这说的是林黛玉吗 张淼仪从来都没有走进角色 尊重角色 前前演艺时回答问题 习惯抖机灵 问一下张淼仪老师 当黛玉携巨额财产 从扬州奔丧归来 此时 她却听闻表格表法 又算起这笔遗产 这时你会怎么做 我会 先把他们花光 先把他们花光 请问 现在什么人都能当老师了吗 林黛玉自然也成为了 她唱歌玩梗的工具人 当你经文 你欣赏人宝玉要结婚了 可是新娘却不是你 此时的你会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说真的呀 曹雪芹的棺材板 快压不住了 而陈小旭之所以能 演出林黛玉的几分韧味 是因为她走进了人物内心 懂得黛玉葬花时 内心真实的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 林黛玉葬花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它是一个 非常的有灵性的 这样一个女孩 因为她能够看到 落花 她会知道她是有生命的 她把花当的生命 一样的尊重 所以她会担心她 流落到肮脏的地方 会被污染了 所以她就把花 又买起来 她把她当作一个 人一样买的最大 她甚至还想过 后四十回礼的林黛玉 在自己笔下 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 如果让我来写 林黛玉的后四十回 林黛玉的结果 她绝对不会是带着一种 怨恨 一种遗憾 然后离开人世的 大脑空空的张淼玉 恐怕背都要背半天吧 张淼玉都把自己 演过的林黛玉 理解的这么灾难了 怎么可能放过薛宝钗呢 把旁边的编程都听震惊了 而饰演薛宝钗的演员 黄佳蓉 自称进组前读了两遍原著 进组后呢 又看了一遍原著 还有导演编剧帮忙讲解 竟然认为宝钗的遗憾 是没有一个爱自己的丈夫 但是我觉得宝钗 她更多的遗憾 是除了感情之外 她第一 她没有得到一个爱自己的丈夫 没有一段 这样子好像可以回忆的爱情 把事业脑直接爆改成了恋爱脑 饰演宝带的编程张淼玉 弹起角色的遗憾 也都是浅薄的 提到了爱情 我觉得最大遗憾 就是不是像期待的那样 取的是林卫梅 我灵魂契合的两个人 最终没有走到一块 感情红楼梦 是什么青春成统文学吗 这剧作怕是从导演到演员 都没花过心思在红楼梦上吧 导演胡梅在采访时还觉得 演林黛玉对不起张淼玉了 认为林黛玉整天酷酷啼啼的 没有机会拍出张淼玉的美 所以我也觉得挺对不起她的 没有更多的把她最美的那个面展示出来 而且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一天到晚哭天我泪 拜托 多愁伤感只是林黛玉其中一面好吗 活泼俏皮的一面被你给吃了吗 导演连角色都不理解 难怪拍的一代不如一代呢 李绍红内心OS 上一个因为胡乱解读角色 而翻车的轰轰烈烈的还是白露呢 当初这节演《长月经名》的时候 就读一个爽 哪会静下心来揣摩角色的内核呢 不然在采访时就会出洋相咯 在白露的眼中呢 遭遇了族人无故被屠杀 想要逃回公道的桑九 是坏 是恶女 就是桑九黑化了之后 她那个是真的就是恶女了 难怪她轻轻松松的 就演出了小人得志的感觉 而且啊 你是完全看不出来白露心疼角色的 相反她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爽 想要过瘾 我就跟海森哥说 我现在已经是反派了 就是我能不能也来一下谭台镜那种 弹指间敌人就消失了 然后她就给我设计 说那你就这样 然后我就这样 哇好过瘾 原来谭台镜每天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好羡慕 现在还把自己演的脏酒 和罗云熙演的谭台镜 一并归为了反派 罗云熙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不像是演的 在白露的对比下呢 同剧里陈都林的理解可太拉好感了 她对角色的层次解读是言之有误的 而不是像白露那样 只会堆砌 开大 正道的光 这些网络用语 而且呢 陈都林还特意强调了 爽这件事并不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被带偏了 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个剧的利益 远比这些爽啊什么的要大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剧看到最后 不要说被一些看 或者一些那个 一些点 一些那种好像很爽的台词去带走 真是和某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谈到演员对角色理解的差距有多大 谁能不想到被郑和惠子先抓的居静一呢 今年的花间令 居姐平一己之力 就把开头郑和惠子演的质感古装剧 拉成了廉价小网剧 与其说 居姐的演技被秒杀得很惨烈 不如说她根本就没有理解角色 主持人让说出杨采薇和宽大人共同的优点 别人预想的是夸赞外貌就算了 就连饰演杨采薇的居静一都想说好看 只有刘学义在试图挽回局面 说出杨采薇和潘大人的一个共同优点 长的聪明 可以 想的聪明是什么样的长相 哎呀你不是想的聪明那个 我以为你会说票 那样 我也会说好看 对我也是想的好看 因此距离脸上一到八被骂丑八怪 但在逆境中尖如范草的杨采薇 还被居静一演得像温室里的花朵 像被夺朔了一样 杨采薇的优点从来都不是外貌 而是她坚韧的内心 郑和惠子觉得杨采薇虽然在底层挣扎 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可怜 也没有自怨自艺 受惠很低层的人 对他自己应该也不觉得自己可怜 如果可怜的人真的觉得自己都很可怜的话 那就会活得更加的不幸 这才是赋予杨采薇灵魂的人 我们居姐对角色的理解 要么是本身背道而驰 要么就一个词反复用 家宝尼就是一个很傲娇的人 家宝尼就是很傲娇的那种 可能她就是因为很傲娇 她就说要你管 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傲娇的那种 反正是深入出点一点儿 光有美貌的花瓶 女友居静一 男友羊羊 而且羊羊的脑袋是一如既往的空 之前她演《盗墓笔记》里的张启玲 既体现出没有素命感 也没有张力 整个人就是大学的装 人家羊羊可不觉得自己演得差呢 而且还认为自己在还原原柱呢 成功的还原了张启玲的面摊 这样子演会不会是演摊 会不会演得太装 当自己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又回看回想一下 手里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那样的一个人物 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这就是一个面摊的角色呀 对呀你都不用做表情的 那我觉得摩是在还原原柱 好家伙啊 原柱还给不自信的她鼓励上了 请问你看的是豆瓣舒麻精 同样是演张启玲 肖雨良是在努力共情角色的喜怒哀乐 把她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让人很心疼的一个人 强大她不是天生很强的 她也是经过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 让自己练得很强大 她也会流血也会就是受伤 只是她不说不来表现出这种疼痛 或者怎么样 难怪播出后口碑天差地别呢 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了 羊羊在人间烟火里又再现了对角色的离谱解读 当你觉得魏大勋用痛苦 王楚然用碎变形容自己的角色平平无奇时 不妨看看让你一眼惊艳的羊羊 憋了个半天啊 连一个正经的词都没憋出来 彭冠英和蔡文静主演的《阳光之下》里 饰演男二杨雨泽的李东恒 直接把原助理的白月光救赎人设演出了一副默安老子的样子 女主受伤她表现得无动于衷 甚至有种争动声的急事感 哼我说怎么越看越不对头呢 原来她连脸色都没雾透呢 直播时一副自己能接受女主已经是人家天大福气的样子 谁是羊羊泽都不会原谅冯小舟的 能够重新接受刻影已经犯不错了 对于羊羊泽来讲 这么勉强这么委屈 难怪演不出深情的爱呢 这其他人呢好歹还是费尽心思胡乱解读了一下角色 而作为彩蛋的王一博就不一样咯 你遇到那个时候的叶先生的话 你会对他说一点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这种问题没有太大的 你认为他身上最难捕捉到的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电影和看电视剧之间 带你的情感和体式体验有什么不同呢 没有 叶先生这个角色对您有什么就是 对其他粉丝学的主要是吗 对这个我这个大概怎么回答 您对这个角色怎么感觉大叹长 没有 没有 不知道 没意义 好诗诚的酷盖啊 就算不理解角色也不愿意敷演我们 其实呢 朱一龙说演的最后拼的不是演技而是理解 那话真不假 再加深一些然后要有时间去学习 因为我觉得表演到后来不是演技的问题 其实在我这个阶段我看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理解的问题 张若云能成为天选犯贤 从角度文里的一字一句 就能读出他对角色的感悟 小琴是能成为深入人心的反派 从王一南对角色精妙的比喻 就能看出来他有很深的见解 而小琴是内心觉得自己是一只鹰 他内心很傲气 但是命不好活成了突九 周杰的包青天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从他引经据点 思路清晰的论证自己的观点 就能窥见人有 我演这个包青天的时候呢 我就查过一个资料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民间的传说 他在上学的时候 他跟他一个同学 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呢说明他从小 他有这样一个远大的一个思想 通过这些事情 你可以理解一个人物的个性 我想演这种角色 我觉得你能理解他 尽管我知道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 是很难生存的 希望娱乐圈有思想有内涵的演员多一点 补与表面的演员少一点 一个好角色的诞生 被赋予真正的灵魂 一定离不开演员的二次解读 要是一个演员 连角色内核都理解不了 又怎么能演得好呢